据欧洲的世界周刊报道 全世界因为各种病因 还有人的忧郁、怀疑、恐惧 造成了夫妻相互不退让 相互自私的情景 离婚率像火箭一样的上升 几乎40%到80%的概率 几乎每两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猜疑 嫉妒、嗔恨、恶口 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人的常态 记住了 学佛能让我们改变心态 慈悲让我们变得相互理解 喜舍让我们广结善缘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学弥勒菩萨的大度宽容 念经心会越念越想得通 拜佛会越拜自己的生活身体越来越顺利 放生会让你严寿 慈悲会让你原谅别人 许愿会让你消灾解难 心想事成 有一天 当年的佛陀走在净城的路上 佛陀看见一名男子向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上方 都在顶礼膜拜 于是佛陀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位男子说 我这是在做善生 我每一天向各方膜拜 是我们家族传下来的传统 据说这样可以得到幸福 佛陀跟他说 我也有六种敬礼的方法 那个人奇怪地问 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佛陀慈祥地笑着对他说 获得幸福的六种方法是 第一 孝顺父母 做儿女的要学会孝顺 令父母高兴和欣慰 第二 尊重师长 做学生的要尊重老师 接受教导 第三 爱护妻子 妻子是个好助手 夫妻之间要相互尊敬 第四 要善待朋友 对待朋友 要诚实 要互相的尊敬 第五 要尊敬僧众 对待僧人 要不失恭敬 第六 要对待仆人 宽容 不要让他们过度的劳累 如果你能按照这六种方法 来对待生活 你的家庭就会和谐圆满 人生就会快乐 人生就会快乐 快乐 无忧 因为我们能够得幸福的方法 实际上想一想 这些幸福的方法 有什么玄妙吗 显然没有 但是 人间众生 谁能完全地去照着做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地照着去做 相信每个人都会获得幸福 记住了 幸福从平等心来 平安从感恩心来啊 我老实说 我的身体 葉人民这样 哎呀 你 我们下轮手 在 订阑 来